贵州省的副省长喊 第一收入人口已经动态清零 引发网络群潮 因为都被赶走了 中国重大转折点贫传杀官 中国国企的董事长深圳东 偷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被党除名 中国抓外国人的心法生效 中国富人商品跌跌不休 穷人三件套猛涨价 关于中国的脱贫 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 早就向全世界表彰 说他所亲自指导的中国的脱贫事业 已经成为了人间奇迹 于是中国众多的党官就开始纷纷来表忠 近日中国贵州省的副省长罗强 在14号的时候就表示 说贵州省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 到去年底 该省的年收入在1万块钱下的人口 已经基本动态清零 有网友就嘲讽说 是把这些人已经赶出了贵州 也有网友说 听到动态清零这个词 就感到莫名的害怕 这是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 说中国贵州省的副省长罗强 在6月14号的时候就表示 说贵州打赢了脱贫攻坚战之后 截止到去年底的时候 年均收入低于1万块钱的人口 基本上已经动态清零 中国网友嘲讽 那是因为都被赶走了 也有人批乱用词汇 至今听到动态清零 仍然感到害怕 根据中国媒体澎湃新闻的报道说 中国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在6月14号的时候 举行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系列主题 新闻记者会 贵州省的副省长罗强 在会中就表示 贵州打赢了脱贫攻坚战之后 坚决把不发生规模性的反贫作为底线 对脱贫人口进行监测和帮扶 实施居民增收三年行动 还说到去年底的时候 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万块钱的人口 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动态清零 罗强说负在农家一方面稳定外出物工规模 让600万的民众在外稳定就业 而另外一方面扶持发展限于经济 壮大乡村富贫产业 让更多的农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做事 就有钱赚 他说如今贵州乡村的精神面貌越来越好 农民的日常生活已经不再是传统的 面朝黄土背朝天 他表示村超村BA 就是贵州农村新生活的生动卸照 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城里人 向往农村 向往田园生活 然而罗强使用动态清零一词形容脱贫 在网络当中引发了不少人的吐槽 有人称是不是收入不到一万块钱的人 都被赶出了贵州呢 有人说老爷子心善 见不得穷人 光看这几个关键字就知道水分有多大 此外也有人质疑说 贵州省内许多高龄的农民 没有工作能力的老人是如何达到年收入过万元的呢 也有网友嘲讽说 天天玩名词遥遥领先 他自己信了 那就是信了 此外也有人批评乱用词汇 虽然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过去 然而至今听到动态清零这几个字 仍然感到害怕 最近有中国网易的网友发帖说 中国人啊 现在已经开始不跳桥跳河了 而最近中国的辽宁山东河南山西等地频频的发生了村民杀官的现象 根据已知的信息 中国从五月份以来在中国的东北华北地区接连的发生了村民杀村官的案件 一共造成了26人死亡 16人受伤的惨剧 有综合媒体的报道就说 中国乡村基层因为村干部的处事不公 不时发生了村民刺杀村干部的暴力事件 根据已知的消息 中国在今年五月份以来 中国的华北东北已经连续发生了多起村干部遭村民灭门的案件 一共造成了26死16上的惨剧 在事件发生之后 中国的政府武装部队加强了巡逻和维稳 有X平台当中的用户就认为 杀官现象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已经到来 基层民变开始了 可能会形成星火之势 中国网易的网友则指出 开始了人民不再跳河了 最近中国的辽宁山东河南山西等省的农村 连续发生了杀官的现象 首当其冲的是村支书和村长 而另外一个方面 有X平台的用户也发布了中国武警巡接的影片 表示中国的吉林省长春市 武警部队武装到了市区常态化巡逻 中共情愿花天文数字的钱来维稳 也不愿意改善民生 最近两年中共的官员在落马之后 中共官方给他们定的罪名当中 有这么一条叫做 偷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刊物或书籍 而近日中国贵州又有一名官员 发了这个事儿 这是来自香港明报的信息说 贵州省的纪委监委在6月14号的时候就通报说 原贵州省的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总经理深圳东 私自的月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 对抗组织审查 违规使用机场贵宾服务和租赁公租房 违规从事盈利活动 违规收受礼品礼金 大搞权钱交易 利用植物便利和植物影响 为他人在工程承拦等些方面牟利 并且非法的收受巨额财物 根据中共当局的通报 说深圳东严重的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 还有连接纪律的行为 构成了严重植物违法 并且涉嫌受贿犯罪 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 并且在中共的十八大之后 不收敛不收手 性质严重影响恶劣 应该予以严肃的处理 经贵州省纪委常委会议研究 并且报贵州省委批准 决定给予深圳东开除党籍的处分 按照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检查机关审查起诉 所设的财务一并移送 在6月15号的时候 中国当局又有一个新的 可以抓外国人的法律正式生效了 而根据这个新规 被中国官方判定是 非法进入中国领海的船只 中国官方都有权扣留 而相关的人员 中国官方也有权把它抓起来 据说最长的审查时间 可以达到60天 这是来自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一个月以前发布的 中国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 在6月15号的时候正式生效 根据新规非法进入中国领海 及其以内海域的外国船舶 可以被扣留 有非法出入境嫌疑的外国人 也可以被拘留审查 时间可以长达60天 此前菲律宾的总统 已经谴责过这一新规 报道表示 根据中国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 第105条第三款 对非法进入中国领海 及其以内海域的外国船舶 经市级海警局以上的 海警机构负责人批准 可以依法扣留 而第257条则规定 对于有非法出境入境嫌疑的外国人 海警机构可以拘留审查 上限30天 案情复杂的时候 可以延长至60天 南中国海市全球重要的贸易隧道 每年都有大约3万亿美元的货物 经此运输 中国和多个邻国 就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归属 存在重大的争议 北京几乎对整个南中国海的岛礁 提出了主权的诉求 而根据2016年海牙国际仲裁法庭的裁决 中国对南海岛礁的历史性权利 没有法律依据 且所有南海岛礁 皆不能够产生领海 以及专属经济区 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斯 此前已经对中国的海警新规 表示了忧虑 称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升级 菲律宾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布劳纳 在6月14号的时候 则对媒体表示 马尼拉当局正在研讨一系列措施 以保护菲律宾的渔民 菲律宾的渔民被告知 不要害怕 只需要继续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 正常的捕鱼即可 最近几个月以来 中国与菲律宾频频频在南海争议岛礁发生了对峙 马尼拉指责中国海警对菲律宾的船只采取了粗野且不人道的行为 中国的国防部长董军则在6月份的早些时候就警告说 中方在南海的克制是有限的 中国外交部则强调 海警新规是为了更好的维护海上秩序 而正在举行峰会的西方七国集团的领导人 也在6月14号的闭幕声明当中表示 反对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化以及胁迫和恐吓活动 而不久之前 中国的副外长孙伟东泽表示 南中国海海域最大的安全挑战是来自美国 其军事部署将该地区拉入了军备竞赛的漩涡 近日有中国的民众发现在中国的消费市场当中出现了一个怪现象 就是中国的高价商品富人消费的一些商品 比如说房子车苹果手机牛肉还有茅台酒都在跌跌不休 不断的降价 而被中国的百姓戏称为穷人三件套的榨菜泡面还有可乐 这些商品的价格却在相继的大涨 这是来自台湾媒体中央市的报道 说中国的消费降级 房子车子茅台酒乃至于牛肉等一些高价的商品 价格都跌跌不休 但是今年以来中国民众戏称为穷人三件套的泡面 榨菜可乐价格却相继的大涨 中国大力的发展新能源产业 太阳能 锂电池 电动车被称为拉动经济的新三样 而中国大陆的民众则戏称泡面 榨菜可乐为穷人三件套 综合财经自媒体长头学堂和中国大陆媒体的报道说 经济不景气 消费降级之下 一般民众买不起的房子 车子 茅台酒 还有苹果手机 甚至牛肉 价格都跌跌不休 屡创新低 但是穷人三件套今年相继大幅的调高了价格 原本买三件套最低只需要人民币9块钱 涨价之后却要13块钱 涨幅接近50% 在5月中旬的时候 康师傅方便面即将全线涨价的消息 就冲上了中国的微博热搜第一 方便面迈向了五元时代引发了热议 有网友讥讽是被迫消费升级 报道指出龙头康师傅的数款经典产品 大约半个月之前调涨了零售价格 桶装的面由4.5元涨至了5块钱 袋装的面由2.8元涨至了3块钱 同一企业也从5月1号开始调涨了部分泡命的价格 而在此以前被称为是下饭神器的榨菜 平均一小包涨到了3块钱 引起了老一辈的感叹 有数据显示 茯林榨菜价格近14年的涨幅超过了600% 竟升为唯一追得上一线城市房价涨幅的产品 而在5月份结束的时候 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两大饮料巨头宣布涨价 500毫升的塑料瓶装的可口可乐 进一零售价格从3块钱调整到了3.5块钱 涨幅超过了16% 百事可乐也将零售价格调整至了3.5元 目前中国大陆市面上已经难以找到3块钱以下的饮料了 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计分财 这是由19世纪英国的经济学家计分提出来的 他发现当人们越是赚不到钱 对马铃薯这类廉价的主食就越是有需求 反而推动了价格的上涨 如果收入增加就会选择面包当为主食 马铃薯的需求就下降 价格也随之下降 报道说穷人三件套为代表的素食食品 恰恰具有类似的属性 毕竟就算泡面涨到5块钱一碗 对很多人来说又快又便宜又能吃饱 仍然是最具有性价比的选择 该买的还得买 现在中国的银行储户去 现在中国老百姓去银行取自己存的钱 是越来越难了 之前中国官方长期以来的规定是 取款人民币5万块钱以上的需要提前预约 可是最近有中国的媒体发现 在中国一个富裕的地区 深圳市居然有多家的银行 取款2万块钱以上就需要提前预约 而银行的工作人员解释说 就是怕银行账面上的现金不够了 这是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有中国媒体报道指 最近深圳多间银行要求储蓄用户 提款人民币5万块钱以上需要提前预约 有的银行甚至规定提款2万块钱以上也要预约 有银行的职员表示 这是为了避免一天之内有太多的客户提款 令银行的现金不足 中国媒体南方都市报在6月13号的时候就报了说 该媒体的记者到部分深圳银行了解到了储户提款的要求 发现储户提款2万块钱以下 可以通过ATM机来提款 提款2万块钱到5万块钱之间 可以直接的到柜台去提款 但是5万块钱以上需要提前预约 较大额度的提款还需要证明其实际的用途 报道表示有些银行的规定有所不同 比如光大银行甚至规定提款2万块钱以上也需要预约 而深圳的农商行则规定10万块钱以上提款才需要提前预约 而杭州银行规定如果储户提款超过了20万元 需要提供用途证明 而建设银行要求提款超过20万元的人 需要在手机应用程式上进行提款的预约和审核 根据报道说北京银行新业银行的深圳银行工作人员均表示 规定提款5万块钱以上要提前一天预约 是避免客户临时提款 而柜台的现金不足影响了储户提款 储户在预约时需要留下个人的资讯 也可以在指定的时间去银行提款 而中国的有储银行的某深圳分行的负责人就表示 储户需要在下午的三点之前预约第二天的提款时间 此前中国的吉林银行的储户提款2万块钱 需要派出所报备审核引起了社会的热议 而报道也引述了吉林银行的工作人员对此事的回复 指的是为了防范电信诈骗 报道表示深圳农商行的某工作人员就表示 对于提款10万块钱以上的储户 银行会了解储户近期是否有大额转账记录 或者评估近期交易的行为 再决定提款的结果通常都会满足客户的要求 而深圳的建行表示 客户办理大额现金提款预约的时候 一般由客户申报用途经评估之后 即可以据实办理提款的业务 过程高效便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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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